你得生个清净的信心 这是讲净信 这几段文 这个天王大多数都是 让你生起清净信来 大多数都入世 每个天王的语字 寒的一礼是通的 礼是通的 寺上的各个不同 各个正德的佛的法门不同 各个入德的不同 这是靠你关照 靠你思维 调伏众生 令众生界都能够进入 众生莫在烦恼海 遇此见着甚可不 大肆难眠令荣离 此话闯亡所观境 众生的就沉没了烦恼 烦恼像海那么深 这个烦恼就是无量 烦恼无量 沉没于烦恼海 烦恼海 咱们现在都在这里来游荣 在烦恼海里来游荣 游得出去不 能不能登避难 那靠自己的信心 怨心 有信愿了 一定能游出去 超脱生思海 但是在生思海中 遇此的见着甚可不 最可不就是知见 咱们说生思苦 为什么长处生思苦呢 咱们说这人知见不正 看问题看的 跟人家看的不一样 见非常的难 破戒 破戒你可以忏悔了 忏悔还还福清净 破戒 佛都没办法 他不信你的了 破戒 破戒最难度 就是遇此的见 无名的 盖法 非常的可怕 这个话 这个文字上你很好懂 众生啊 在那烦恼哭海里头 烦恼哭海里头 别的这个 罪呢都好办 就是邪之邪见 邪之邪见 他不生信心了 那怎么度他呀 这个见着非常的可怕 在西藏的教义 破了剑的人 他不度的 破戒人可以度 破戒人不可度了 大思难民 大思就指着佛说的 无上道思 难民的众生 众生的是邪之邪念 神得永远离脱 离脱 邪之邪见 产生政治 为什么我们入了佛门之后 要学呀 为什么要学教义呀 教义就是 佛所教导的 所含的道理 就是义理呀 你要学呀 你要学呀 你不学 你就无知 无知 无知 你不晓得什么是正见 有什么是邪见呢 你分不清楚 在我们现实 这个生活当中 我刚叫 我到我们黑龙家 这是我出生的 那是吉林 遥念 我们这三省啊 没有正法少 邪见多 他什么都现 什么都现 也是 也难得说 他想找个出路 找个什么出路 脱离苦难的出路 在难夜里头 没个一点光明没有 没个灯光 没有 日月星三光都没有 想找一点光明 这是那个 邪知邪见的 外道 说个什么道门都现 都现 这都叫 邪知邪见 你入邪见里头去 再想回头来 产生政治正见 非常难了 非常难了 破戒的好度 破戒的难度 这邪知邪见 甚可不 不就是不为的意思了 不为的意思了 佛呢 就那一民啊 这些个 入了邪知邪见的 欲词 没有智慧 但是他有些个人 为什么叫迷 为什么叫悟 人要迷了 咱们听起来 好像是很可笑 实际上 却有其事 也却有其人 他跟你说 说一个方法 说你修多少天 能升天 你得给我好多钱 在那里信他的了 也给了他好多钱呢 修完了 没升天 就找他去了 没升天 他说你呀 没升天这回呀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修了两只脚 你把脚堕了 他就升天了 这个老头 真正把脚堕了 这出在美国哟 脚堕了不就死了 痛都痛死他了 不但没升天 我看非下地狱不可 就是自残自伤 一定要下地狱 这种都信 哪就有这个人呢 也就有信者 也就是这么说者 我想我们作为道友 都没有信的 不可能 这叫欲词 连这么个智慧都没有 这仅举这么一个例子了 其他的例子还多得很呢 行吗 看小说 你与情自杀的 或者受种种的烦恼 往来自己在烦恼障 障到特别多的 自断生命的 自杀的 每年这个世界上 自杀的人不少吧 而在我们佛教说 凡是自杀的 一定下地狱 自己杀自己啊 自己杀自己 你这个身上 寄托生命的好多 寄托你身上 你把他命都断了 你断他的生命 要环抱的 必然的 自杀 比他杀的罪呢 又重 佛在世时候 这些比修 听讲五不禁观 这比修修 五不禁观修的 修成功了 还要对这个身体 一样离得不得了 有的他要自杀了 佛才说 自杀的罪能非常之大 比他杀的罪能大 那比修怎么办呢 故人请人杀我 请这个 佛教弟子不会了 他请那外道 那外道根本对你 就是仇敌了 请敌人来杀我 说把我的一旦 把我的钱都给你 我就请你雇你 雇你干啥 你把我杀死 这他修惯修的 他修惯不能修到自言 这后来佛也自戒了 这叫什么呢 就是预测 他对问题的看法 跟正常人看法不一样 入了邪知邪见的人 他那个见解啊 就看问题的看法不一样 最高最高的 说你想最高最高 说你自己是佛该最高了吧 那他又不信 假如你对一个初心佛 你跟他讲 说你就是披露 折弄啊 你自信就是阿弥陀佛啊 他不骂你才怪 有好多人张一佛的 说你挖口我做什么 我虽然没修行好嘛 你也不自由挖口啊 他说你挖口他 我就遇见过 他不但不信 他说你挖口他 这叫他那个见呢 没有开 这叫邪知邪见 没有证据 为什么 我们要讲华安经 开始讲大乘起义论 从一开始到现在 天天都讲信 佛就教导 我们这教导 咱们现在 这个华安经 讲这些天王 都要你信啊 大乘起义论 那一步 就叫你生个信心 信大乘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 看成了一般的 当一般的修行 那可不同了 你能产生这个信心啊 咱们华安经 上后来到后都要讲的 经历要讲的 得一万个大劫 斜执斜见的 就是见拙 于此 最可不为的 就是破见 破见 见不清楚 卓是昏浊不清 这是极可不为的 佛最难民的 那么离开 邪知邪见 以佛所教导的 教授的 产生政治证见 化导众生 让一些众生 产生政治证见 这也是 此时化闯王他所观的 警戒 他也入世斗众生的 如来横放大光明 一亿光众 无量佛 各个现化众生事 此妙 此妙因天所入门 在这个长行里头 没有 这是第一 第十一 十天王的 第十一天王 每个经文里头都是十天王 这段呢 在长行里头 没有 没有长行 对着文字里显出来 是什么呢 是兴许庄严义 书超这样解释的 佛所放的光明 能够流遍法界 流遍法界 但是 好多不经 佛说法的时候 只是放光 放光就说法了 放光意思一直说法 一直招纵 什么叫招纵呢 招来有缘的纵上 那有缘的纵上 招来的可不是一般的凡佛 都是大菩萨 生活圆绝都没有 他感不到那个光 他不理解那个光 佑者呢 佛在说法的时候 不用音说 用光说 大菩萨一见到佛的光 有缘的见到佛的光 他就知道佛已经说神法了 这道经文里头很多 佛就放光 那些大菩萨就领悟到了 正到了 光的感召 说光就是说法的 佛放的光明里头 买一一的光明里头 都视线有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 做什么 在化度众生 想看地藏经 不是地藏王菩萨来向佛请求说法 不是地藏王菩萨来向佛